当耳畔想起桃花园剂 眼前变成了塔城的土地 塔城的美不在于熙熙冉冉的人群 不在于秩序警察的交通 大自然对她的偏爱大概在乎 赐予她生机的动物 赐予她天安逸余的惬意 清晨带着雨露去滇金四侯家做客 看她咀嚼松罗的样子 看她稀稀打道的样子 看她呆呆地看着你的样子 仿佛再说期待你来 这样的桃花园不应独享 在这里穿越原始森林 体验慕名生活 夜宿在帐篷营地 枕水而眠 听蝉虫鸟鱼 肆意悠闲 原来旅行不只有浏览 还有源源不断地发现字幕 此时桃花园剂的悠闲不在书里 她溶进了你我的血液里